我們倆應該都有一個共同點吧 就是那一場戲吧 是在沙灘上嗎 我有一場真的對他很不好意思的戲 好浪漫的那場戲 好浪漫喔 但是我打了他十幾多下都打不好 沒有啦 九下 而且是真的打到嗎 是真的打到嗎 一開始是削過去 一開始是不敢打 然後慢慢削過去 但接下來慢慢開始 力道就開始出現了 我對小孩子的教育 完全是非常的自由 也是跟我媽媽的想法一樣 因為是男生嘛 我比較不用顧慮那麼多 我認為說你去做的事 只要你認為對的 不偷不搶不騙 是 不做那些違非作膽的事情 都可以 要有責任 要有誠信 這就是你往後要走的路 這是給小孩子的一個教育 只要是對的去做就對了 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戲 都在戲台下面 戲台不是在前面看戲 而是到後台去看 看那些真實的演員 化妝啊 穿衣服啊什麼 就是很喜歡在那邊逗留這樣子 之前那時候還有跟我們說 他就有跟我們講說 他以前就是真的也有嚮往過 覺得說 哇 當明星好像很不錯 就因為他這次真的很認真的 在跟我們的拍攝 是 然後他就說 我才知道原來當明星那麼辛苦 也不是表面那麼光鮮亮麗 我們舞台劇動作都要很大 聲音也要很大 後面的人才看得到才聽得到 就是沒有麥克可以帶 可是那時候一進到電視劇的時候 你常常走一走 欸 圓圓出鏡了 那個有很多完全不同的方式 都要完全轉換過來 而且像我開拍的時候 他們就是劇組還要先安排我 先去觀摩三天 就是前面三天先沒有排我 我先去看 寶寶媽媽在家裡 就是先觀摩 就是但是 真的到實際做還是發現有差距